说起陈坤,他可算是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男演员之一,从《相悟相语又相逢》的《优异小生》到《金粉世家》的《贵公子哥》,演啥啥火,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出不一样的特点,让少女们痴迷。 陈坤凭借着自身努力走上国内顶级大堪,但是除了他影帝、演员的殊荣和特殊成好,他最喜欢的角色还是爸爸,大家都知道陈坤是有儿子的,而且长得很像他,今年应该有14岁了差不多,但是孩子应该有妈妈呀。 可是陈坤儿子的妈妈是谁,到现在也是个未解之谜,要知道不管谁是妈妈,都应该要有些蛛丝马迹的,起码妈妈应该看看孩子吧,在这个全民八卦的时代,还没有被八卦出来,显然有问题,有人说是何林,有人说是周迅,还有人说是赵薇,可是这后来都被否认了,都不现实,他们哪有时间生孩子呀,自己的工作还忙不完,更何况男为婚女为嫁,有了孩子直接结婚不就好了吗?何必拖了那么久呢? 整个娱乐圈一头雾水的时候,突然黄毅清出来了,微博爆出了一条微博,说陈坤的这个孩子,居士自己去医院人工受精,然后找人带孕生下来的,原因是母亲想要抱孙子,我的天,这也行啊,还说医院的轮子是别人捐出来的,所以不是不肯说,是自己真的不知道是谁,这么大的秘密居然被黄毅清知道了,这个大嘴巴真是的。 你为什么不会想ed UAV 嘟巴又或是优画的 尤其是 河IGN participate 你可以 我们